现在手机控是越来越多了 吃饭要玩手机 蹲坑要玩手机 走在路上没事呢 也要摆弄一下手机 今天就给路上这些手机控们敲一个警钟 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你们的烹饲手法了 阿文是个典型的手机控 走路都要刷个朋友圈 这天看着手机走路 就和一个提着黑色塑料袋的男人撞个正着 撞过人时平时就倒在地下 阿文不看路撞到人 自然一个劲的道歉 被装的男人打开塑料袋 哇 里面装着的药水瓶都破了 撞烂了瓶药水之后 就案外就说 一是就赔回钱给我 一不是就跟我去产所里面再重新开 那就照价赔吧 可一看袋里的收据 两盒药水598块 但阿文钱包里只有180块 这时候旁边又走出来两个男人 三个人居然一手抢过阿文手里的钱包 三个人说要通过电话银行查钱 阿文想查钱又不是拿钱 查就查呗 阿文看着他们查了几次 但都说卡里没钱 最后被撞的男人一副愤怒撞 把阿文的银行卡折断丢进了下水道 三个人拿着180块钱扬长而去 阿文还在一头雾水 过了几个小时才发现 银行账户里的钱被人取走了19300块 警方接到报案后调查发现 阿文的银行账户在两个地方被人提了钱 查看监控视频 阿文一眼就认出取钱的正是之前那几个人 继续追查 警方发现了他们的作案车辆 在江门一家宾馆 警方将三人抓获 现场搜出他们用来碰瓷的十几盒药水 这些都是生理盐水 一盒不过十来块钱 至于阿文的银行卡是被他们调包拿走了 之后很快去银行取走了钱 而那张被折断扔进水沟里的卡 自然是假的了